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放行动给14个村庄兼187户的农民 帮助他们能有个好丰收 发放前一天 中干学校的代理校长和老师 刚好碰到慈祭志工勘察场地 他们被一家人的歌词感动 特别请志工教他们手语 发放当天八点不到 所有的学生已经集合在教室 他们不是为了上课 而是来学手语 老师熟练的手语是前一天的学习成果 所有学生不管是幼儿园还是高中生 大家专心的学习 为的就是给前来赠送文具的慈祭志工一个惊喜 慈祭志工来到学校后带着孩子唱唱跳跳 还播放影片 希望学生知道行善行孝不能等的道理 孩子专注地盯着荧幕 似乎也懂得母爱的伟大 才17岁就当老师的一丹纳票 带着学生跳起舞来 他们要用舞蹈表演来感谢慈祭人 当然还有特别学的一家人手语 一丹纳票特别喜欢一家人的歌词 尤其是我的快乐来自你的笑声 而你如果流泪我会比你更心疼 这句话让他感受到亲人的爱 他的家在风灾中被摧毁 现在一家人寄住在阿姨家 慈祭志工的帮助让他感动 他说希望以后也能成为慈祭志工的一员 而在乌银村这里的学校原本只有一间教室 在政府和村民的努力下 现在已经有三间校舍 两百位学生和十三位老师 对于慈祭志工发放文具给学生 校长说对他们的帮助实在很大 有了文具 孩子们可以专心上课 把买文具的钱省下来 大家的生活就可以宽松点 烦恼可以少一点 只要认真上课 专心种田 大家各守本分 恢复风灾前的生活 不会太遥远 慈祭症灾团缅甸综合报导